我喜欢几个 可以被定格的画面 如果你走进森林里头 遇到这个太阳 从林蔭中洒下来 的那个片刻 我觉得很美 我在大学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去走了西阿众走 那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 我自己往后的后半人生会常常走路 那一次自己背着大背包 而且同学同伴就说了 谁都不能帮谁分担重量 每个人自己的背包要自己背 那其实走得蛮辛苦的 但是我很记得有一个转弯处 立了一个牌子 它写着路长脚更长 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 路很长 不管是人生的路或步道路 但是如果你愿意一步一步走 你的脚会胜过那个步道的长 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件事 再难走的路 如果你停下来不走 那你就永远走不到 通常如果一条步道 它是有崩塌处 有一个暴露感很大的一个这样的断癌 对我是一个烦恼 是一个挑战 但如果我真的走过去 我就会觉得 哇 我竟然可以完成这件事 我听说很多时候 他们是重新把它叠紧 把这个路行再做出来 绝对不要小看任何一条 不起眼的路线或者步道 它可能它有并含的这些 过去的历史啊 在地的故事 甚至当地人 他们正在做什么样的努力 可能都是很精彩的 每一次走一条步道 都有它的故事 这件事对我来说 是非常大的享受 透过我自己的工作 可以把这条步道故事 让更多人知道 让我自己在其中 觉得工作很有意义 可以让人跟那个地方 产生很紧密的连结 跟那个地方的人 建立很真诚的关系 所以走路 我觉得是 这十几年参与步道运动里头 觉得是很个人 很疗愈 而且是意外的收获 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机会 让你开始清净山林 你才能够体会它的好 体会之后呢 你就会总是想着 哇 这个城市这么烦躁 工作这么繁忙 但如果你可以走一段步道 那你整个身心灵 就好像真的被洗了一遍 所以这可能是我乐在其中的原因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